我好害怕等一下 說不定我走在路上就被抓了 嘿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雯萊 昨天已經把雯萊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景點都大概參觀完了 然後今天就剩下一整天 沒事 因為我明天才走 所以我也不知道現在可以在雯萊幹嘛 然後據說他們的理髮廳是男生跟女生要分開 就是男生只可以跟男生剪 女生只可以跟女生剪 因為穆斯林他們的頭髮是不能給外人看到的 只可以給自己丈夫看到 然後他們這邊落實的伊斯蘭教法 所以比較嚴格一點點 然後想到今天反正也沒事說 乾脆來剪個頭髮好了 因為頭髮有點長 所以找一個剪髮廳來剪 看看他們的理髮到底是怎麼樣 怎麼樣男女分開的方法 這是雯萊的理髮店 可是他只是給男生剪 大概女生是不可以剪 剪頭髮才兩塊錢 剪頭髮才兩塊錢 這邊又有一個理髮店 這邊的女生理髮店真的不太好找 我待會找找看 啊 該不會 我臉頭髮也剪不成了吧 難道女生都不用剪頭髮嗎 因為這邊還是會有不是穆斯林的人吧 還是要剪頭髮啊 剛剛我找了幾家都找不到 我就隨便問了一個路人 然後就給我推薦去 無尊開的理髮店 那個好貴啊 30塊大概是 那個我就撿不起了 所以我再找找看 還有別的理髮店嗎 這個也是 for men only 這個真的是 好難找 這邊就好像有好幾家 這家也是那個理髮店 我們前面看看 好像有好幾家的男女 都可以進的理髮店 還有女生還有男生 所以應該可以 每開 2點到 6點半 好 我要再找這理髮店的當然 今天是星期五 中午12點到2點呢 整個文萊的商場 人就是全部都要關 就是店全部都要關 所以現在呢 在我身後 一整片 都空了 然後我店家都關了 好可怕 現在就是一個 空城的狀態 本部室在1點中午12點 直銷兩點 暫時關閉了一個小時 以便回教堂到回教堂一起 中午7號 之後將早餐裡面吸血 好 Depong Store will go shopping from 12 noon 安全出片 Depong to make way for the Friday prayer We will show business and you shall later Depong to make way for the Friday prayer Depong to make way for the Friday prayer 真的都沒有人耶 好神奇啊 商家怎麼關 要回來了 慘了 肚子餓 應該找不到這些事情 啊 啊 林肯德基 12點到2點也是關的 那我要吃什麼 大家可以看一下 空空的 回來 就是一整排店都關了 我都可以走在馬路上 太神奇了 哈哈哈哈 我是王 好吧我們先休息一下 然後等下2點多 我們再出來再找理髮店 等下見 好了現在是下午2點半了 店家都開門了 我也繼續找我們的理髮店 很堅持要剪個頭髮 到了我們找到一個 女生可以剪的頭髮店 可以開場 喔 她今天 沒開 天啊 再穩來剪個頭髮 耶 好 難 可以剪 是嗎 可以 呃 Cut 你要剪了吧 剪對 來 多少錢 15塊 只是剪啦 讓我有洗跟你剪 喔 好 可以 喔 男女都剪了 我們男女剪 我們是unite sex 不過只是說 不能夠剪 生肚子 喔 喔 我們大部分就是手剪啦 喔 欸 真的很奇怪 沒辦法 這個文來的 對 那個手剪 啊 呀 他的老 只是那是說 不要緊你跟著他就可以 可是我們做我們是手剪 都可以的 啊 我靜靜好 我靜靜好就可以了 OK OK 好 好的 我剪完頭髮了 這頭髮 真的不怎麼樣 可是因為我真的是找不到那個理髮店 然後就剛剛在一個樓上面找到一個 一個店鋪的樓上 可是呢 因為他是偷偷的男女都剪 所以呢 他叫我不要放他的店名字 所以我就沒有放了 就 麻塞克調 然後幫我剪頭髮的是一個大神 他是 在這邊的文來人 然後呢 就跟我聊了很多文來的事情 就覺得好有趣啊 也大神很多 剪頭髮都很愛聊天 然後呢 就 就聊了很多 就是他說 他們過年的時候也是會過年 可是呢 五龍五十只可以五三天 然後 過年是不能放鞭炮 或者煙花的 就是華人新年的時候 然後 還告訴我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 在文來啊 公共場合 男扮女裝 或者是女扮男裝 會被罰款 不超過一千文幣 就是 麻幣大概三千塊 然後呢 或者是 坐牢不超過三個月 我想說 這 法律也太可怕了吧 那我這個算 怎麼定義 男扮女裝呢 或者女扮男裝 我這個算女扮男裝嗎 因為我本來就長這樣 就 哇賽 真的 我好害怕得下 說不定我走在路上就被抓了 好不好 希望我不會被抓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期見囉 拜拜 拜拜 我要補充一下在文來還有一件事的想說就是 在路上走路啊 行人都是比車大 就是你過馬路的時候 車會特別停下來給你過 就覺得這個好貼心啊 這邊人的駕駛 那個意識都 數值都蠻高的 這個我喜歡